吃了三十多年的排骨 还是只有四川这种做法 让人念念不忘 吃了还想吃 比什么红烧排骨 干锅排骨 更加的受欢迎 其实呢 它就是川味的清蒸排骨 虽然说名字叫清蒸排骨 但是肯定和你想象的清蒸不一样 新鲜排骨载成大小均匀的块 我这个昨天早上买的 在冰箱里面冻了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还是很新鲜啊 今年的排骨已经十年涨了 我记得从二十块钱一斤 已经涨到了二十八块钱一斤的 到过年的时候 估计真的吃不起排骨了 攒好过后放清水里 稍微的泡一下 泡出它的血水 泡洗好的排骨来一点姜葱 料酒去腥 毛毛盐 抓匀抓匀的先腌制起来 腌制过后把里面的水全部滤掉 姜葱也掉出来不要 打入两锅亚子生的鸡蛋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让每一块排骨表皮都裹满这个蛋液 紧接着加入红薯淀粉 一定要红薯淀粉才行啊 其他的淀粉做出来口感不好 继续的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排骨表皮都裹一层厚厚的红薯淀粉才搞得到四 大概就调成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 一定不能太干的啊 太干的做出来的话它是死板板的 然后太轻的又挂不上并且炸出来到处都是那个狙狙 油稍微多一点要开始炸了 五成油温的时候把排骨下锅炸 下锅全部定型过后 用中火一次性的给它炸熟炸香 差不多炸了八分钟左右 排骨全部都炸金黄酥香了 露出来控油几口 继续来把剩下的炸完 炸好的排骨 这它就要来蒸了 毕竟轻蒸的嘛 就几片姜 葱结 来一点自来水排入高汤 有汤的可以蒸蒸的放汤 做出来会好吃很多 放上蒸锅 如果是直接给水蒸的话 大概蒸个一个小时多一丁点 咱们今天就用高压锅 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 盖上盖子 上汽过后最小火压二十分钟 蒸好过后给它戒开 给它翻扣在这个大一点的盆里 另起锅烧一点汤 把味给它调好 盐和鸡精 烧开过后丢几根弯的颠烫一下 菜摆在边上 汤给它继续冒上去 最后甩一点葱发 美味既成 非常美味的一道清蒸排骨就做好了 蒸子蒸出来的排骨和咱们直接蒸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熬下去表皮是超级的香 里面的排布是细嫩入味 这个菜呢也是四川农村宴席上面的一道大菜 喜欢吃排骨的朋友不妨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 以前说真的 还要过年过节才能够吃得到 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 忙活了半天 好不好吃吗 这啥菜吧 吃了 清蒸排骨 清蒸排骨 嗯 没放花椒相当于要吃 我这么吃 酥排吗 嗯 清蒸酥排 嗯 这里还炒了一个蔬菜 没喝吧 还有这里有牛蛙 这个排骨里面的脆骨都压趴了 嗯 嗯 我只听到你说了一个什么猪身上的只有三根什么东西 猪身上就三根 猪身上什么东西就三根 要么就两根要么就一根要么就四根怎么会三根 两根 他脚 脚四根啊小子 两根 三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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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